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性解放思潮达到高涨 同时也在经济上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而小说和戏曲的创作更是进入繁荣时期 这时西游记横空出世 西游记一问时就被人津津乐道 可很快却成为禁书 当时朝廷禁止读西游记 那么这本书到底错 在哪里 为什么一问是立马背禁了呢 有人可能会说书中塑造了一个反叛的孙悟空形象 还说出皇帝轮流作 明年到我家这样大逆不道的话 这是对封建帝王制度的挑战 所以他才背禁 其实真正原因并非如此 我们仔细看便知 西游记中主要讲四个人 唐僧 孙悟空 猪八戒 沙悟静 一个肉眼凡胎 一个专门打妖怪 一个复杂挑行李担子 一个负责老师切码 相信很多人了解西游记 都是来自于电视剧 影视作品中对西游记部分情节进行了修改 其实在原路中间满的是沙灯 而挑战子的是猪八戒 但电视剧中让沙僧挑了担子 整部西游记之所以被禁 就说在猪八戒挑战子身上 明朝的开国皇帝叫猪元璋 所以说猪这个姓氏不能乱用 虽说明朝没有清朝那样的文字语 可也不能乱叫猪 猪元璋当皇帝之前 曾经当过乞丐 也帮地主整天干体力活 挑战台水之类的活自然不少 而且猪元璋长得不帅 甚至说狠丑 从如今的猪元璋画像可以看出 两者一联系就出问题了 西游记中的猪八戒 不就是现实中猪元璋的翻版吗 据说猪后召当皇帝时 还禁止民间私自宰杀猪呢 所以西游记把猪八戒描写 成一个好吃了做幼丑的人 自然被朝廷禁止了 其实吴承恩在写西游记时 只是想写一部大型的魔幻小说罢了 或许他自己都没想到 一个猪八戒竟然犯了忌讳 导致朝廷把他的书跟进了 幸好成书后他没有署名 这样才逃过一劫吧 西游记出世之后 一直被禁了两百多年 直到清朝时期才流行开来 后来经过多个版本的山改 才变成如今我们看到原著样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